盗墓,为的是什么?当然是钱财 有人说曹操是盗墓者的祖师爷 当年为了筹募军费,更是下令让下属去盗墓 历史上更是形成了发丘、班山等不同门派的盗墓贼 而有这么一个人,他身份高贵,不缺钱财,不爱钱财,却爱好盗墓 而他盗墓的原因,说好听点是为了满足内心的需求 说不好听点就是为了满足他那令人作偶的癖好 他就是西汉广川王、刘去,汉景帝的王孙后代 要说他这么一个人,要身份有身份,要钱财有钱财的 为什么还十分热衷去盗墓呢? 而且他盗墓的习惯,让人感觉像是一个神经病 一、刘去热衷于陪葬品 大多数的盗墓贼看中的也是陪葬品 原因无他,就是因为陪葬品多是一些珍贵的宝物,价值连城 是这一趟下木最好的回报品 然而刘去关注的就不一样了 他关注的是一些活物 如果他看见墓葬的酒杯里或酒壶里有酒 他会毫不犹豫地尝一尝 如果是好看的玉佩,或者是王剑,他会立刻佩戴自己身上 从古至今,都说陪葬品凝聚着一些怨气 而刘去却不以为然 二、刘去的第二个癖好就更让人觉得恶心了 历史上,如果是王公贵族,就有陪葬者的 有的是王妃,有的是丫鬟侍女 如果在盗墓的时候,刘去发现墓主人的地位官职比他的高 他会让下属将墓主人的陪葬者拉出来和他一起睡觉 即便是一堆骸骨了,他也不会选择放过 如果是碰到帝王级的墓,那么那些妃子就更遭殃了